创造下一波更好机会 路易莎布局全球展店北市科 路易莎门市布局关键密码 创办人黄铭贤的市场洞察 北市科新店面布局 路易莎掌握台北科技廊道新机遇 这样的角色招牌 你肯定不陌生 在台北市平均一公里 就有一家的路易莎咖啡 从巷弄间的烘豆小咖啡馆 到现在全台有超过数百家的门市 甚至到全球布局 近年更是不断突破 推出新品牌 像是青燕炭火牛排 初泰 还有路易莎烘焙 路易莎不仅仅是咖啡 更是城市中健身 蔬食 派市料理的生活风景 是什么样的洞见 让路易莎从台湾快速的起步 进步到全球展店 还持续布局新的品牌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 路易莎董事长黄铭贤 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她对于市场后续的愿景 还有发展蓝图 消费不太可能这样 像以前慢慢大家都愿意多花一点钱来享受生活 未来的餐饮在大大的在改变之中 所以我们也在往这个方向做调整 因为疫情期间 整个大环境改变的非常多 我们在经营路易莎也会遇到 一样必要转型的时间点 所以我们现在更注重所谓的门市的体验 像我们越有特色门市 现场体验越好的门市 业绩跟获利就越来越高 有句话说 人才是咖啡 背后的灵魂 就如同黄铭贤总市长 她像路易莎品牌背后的精神一般 从咖啡开始 因为对市场不断改变 路易莎也持续的求新求变 不只开设新型态门市 更跨足海外 也开设多元新品牌 每一步都在布局市场新的机会 市场顺习万变 水电费大涨 人事成本大涨 这么多外在因素情况之下 店的位置会跟以前不一样 那我们也是经历过很多失败 早期好的位置到这个阶段不一定是那么好 因为现在所有人的消费习惯跟已经不一样 我们其实要跟着市场做调整 所以我们现在选址都是 希望依附在大型的卖场 或是机构的里面 这样的业绩会好很多 对品牌来说 门市空间不只是提供餐饮的场所 更是创造有质感的环境 打造人与人之间互动的连结 而现在创办人黄铭贤 更将眼光放眼到北市科 远雄商周 如果看到那栋建筑其实是超漂亮的 因为我们现在喜欢在很漂亮的建筑里面开店 从花去只要你的这个标的做得很好的时候 你只要有好的菜内容 这附近的人就会来 所以我们开始选择是好的标的 好的不动产跟好的环境 这样做开店其实效果会比之前好很多 市邻住很多人 其实开车到那边也十分钟 在那边吃饭用餐小孩子在外面玩 然后吃完饭到西边去走走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体验 那一块土地 未来也一定有很多企业总部 会在那边盖起来 以上班族现在消费力 其实是非常强的喔 我们布局在上班族商业的地方 在平日的业绩就很容易的带动 那晚上当然就周遭像很多有钱的医生啊 住户啊 就会来这边消费 所以那边有上班族 有医生 有好的住户 还有观光客 我觉得这样的潜力就会非常高 路易莎品牌掌握了关键的选址密码 当然不会错过在台北市最重要的科技廊道上 站稳关键的一席之地 从一杯咖啡出发 上班人黄铭贤 带领路易莎做过一条跌距异异的道路 不仅仅是在经营品牌 更是将对生活的热情 以及对人们的需求深刻理解 融入在品牌的灵魂当中 每个决策都体现他对这片土地的承诺 以及未来的愿景